大家好 今天是佳期时间9月16号周三 欢迎来到FX168财经风云 本期所有的资讯内容见视频下方的简介 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您的关注点赞和评论 期待您的观点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昨晚最重磅的新闻 菅义伟正式出任日本新首相 新内阁将于今天成立 当地时间周三 日本自民党新任总裁菅义伟 在临时国会上经过众议院的首相指名选举 正式成为日本第99任首相 新内阁也将于9月16号成立 这是日本首相自7年08个月来的首次换人 安倍晋三此前因健康问题辞职 结束了他作为日本任期最长的首相的任期 据日本共同社的最新报道 菅义伟目前的工作重点是在控制新冠病毒的同时 重振遭受重创的经济 目前日本疫情形势依然不乐观 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7.6万例 而且每天仍在以数百例的增幅快速蔓延 此前现年71岁的菅义伟承诺将推进前首相 安倍晋三的政策 诸如旨在打击通货紧缩和刺激经济增长的安倍经济学 可能会采取进一步措施来提振经济 目前已经为应对新冠疫情制定了230万亿日元和2.2万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 包括为陷入困境的企业提供补贴和促进国内旅游业 此外菅义伟还将对日本国家安全政策的全面审查 据悉安倍曾计划引入美国开发的导弹防疫系统 但由于技术问题而被取消 而菅义伟则明确表态将以日美关系为基轴来处理与他国的关系 在安倍内阁辞职之际发布了一条时长近一分钟的视频 回顾了执政以来的种种经典画面 并表示感谢各位一直以来的支持 并在当地时间16号上午召开了临时内阁会议 汇总内阁成员的辞职书宣布全体内阁成员辞职 安倍政权将正式宣告落幕 菅义伟将组建新内阁 来看下一条 WTO裁决美国对华关税非法 中美WTO都是输家吗 据美联社等媒体报道 世界贸易组织9月15号裁定 特朗普政府对价值超过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非法 并建议美国采取符合其义务的措施 由三名专家小组组成的小组表示 美国在2018年对中国商品征收4000亿美元关税的做法违反了全球规则 美国没有履行其举证责任来证明这些措施暂时是合理的 尽管裁决支持了中国的主张 但美国可以在未来60天内的任何时候提出上诉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一份声明中称 尽管专家组没有对美国提交的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大量证据提出异议 但其决定表明WTO对此类不当行为没有提供补救措施 但这份报告对中美之间的第一阶段协议没有影响 这一争端的焦点是 美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授权对中国征收关税 该法案赋予了总统在不公平贸易做法 对美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时 可以征收关税和其他进口限制的权利 其实301条款的使用并非史无前例 之前美国里根总统在上世纪80年代曾对日本使用过 但在1990年代WTO成立之时 它在很大程度上就被弃用 中国称这些关税违反了世贸组织的最惠国待遇条款 因为这些措施未能向所有世贸组织成员提供同样的待遇 同时也违反了一项关键的争端解决规则 该原则要求各国在对另一个国家采取报复措施之前 首先向世贸组织寻求申诉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人士表示 由于特朗普政府拒绝任命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新成员 使该机构陷入瘫痪 因此下一步可能会是美国简单的将该专家组报告上诉至无效 从而结束这一争端的法律性质 此外他也表示 中国的报复性关税也可以说是违反了WTO规则 北京方面在世贸组织做出任何裁决之前就自己动手 这场争论没有赢家 美国中国尤其是世贸组织都是输家 虽然欧盟迄今未因美国有争议的301条款而向美国征税 但周二世贸组织的裁决可能令欧盟27个成员国松一口气 因为特朗普政府此前威胁 要利用301条款对欧洲商品征税 以报复欧盟对数字企业的征税 而根据最新消息 香港已正式置信华盛顿 要求其放弃要求出口到美国的本地制造产品 贴上中国制造标签的新规定 香港表示会将此事提交世贸组织处理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周三重申 美国这些制裁措施是不合理的 并表示他已要求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向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转达 香港政府对8月份宣布的这一举措的反对 作为世贸组织的独立成员 香港采取行动的基本原因是有关原产地标记的规定 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定 并侵犯香港作为单独关税地区的权利 以及香港在世贸组织下的权利 因此我们对此提出异议 当被问及为何在一个多月后才向美国发出正式信函时 邱腾华表示 这是香港在华盛顿于8月11号宣布这项规定后启动程序的一部分 香港政府从第一天起就明确表示 我们强烈反对这种做法 邱腾华表示 虽然目前还没有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的时间表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符合香港和商界的利益 这也关系到香港作为世贸组织成员的地位 如果一方对另一方采取不合理的措施 这将影响到所有世贸组织成员 由于特朗普上个月终止了香港根据1992年香港政策法享有的特殊待遇 命令香港出口商必须将本地生产的产品重新标签为中国制造 此举是对北京于6月30号对香港实施全面国安法的回应 对此邱腾华上月表示 政府正在探索其他方式以避开新规定 并举例说明可能使用中国香港制造的标签 尽管香港政府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的做法获得了普遍支持 不过多数人认为 这不太可能及时终止新的标签规则 香港中国制造商协会表示 美国的标签规定将为通关创造更多繁文乳节 但对香港经济影响不大 再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 路透社说 罕见美国计划一次性对台湾军售7种武器 周三9月16号 路透社独家报道 四名知情人士表示 美国计划向台湾出售多达7种主要武器系统 包括地雷、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暗示特朗普政府正加大对中国的压力 报道指出 同时进行7种武器的军售是一种十分罕见的做法 与多年来美国对台军售的惯例不同 此前 美国对台军售是分开进行的 并经过谨慎调整 尽量减少与北京方面的紧张关系 但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对中国变得更加咄咄逼人 此次军售的到来 正值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 处于数十年来的最低点 而与此同时 在蔡英文今年1月再次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 台湾购买武器的愿望有所增强 并将加强台湾防务作为首要任务 台北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 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这些武器有来自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通用原子公司 三名熟悉美国国会交易情况的人士说 波音和通用公司的出口程序已经启动 预计将在几周内向国会发出通知 一位业内消息人士表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于本周向特朗普通报有关这些计划的情况 其中一些交易是在一年多前由台湾提出要求的 但直到现在才进入审批程序 据悉近年来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努力向美国盟友出口武器 以加强他们的防御减少对美国军队的依赖 同时促进美国公司和就业 好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